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跟着别人的话我就不做 只要是自己来的我肯定做 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啊光源 首先是值得打场的地方必须去 当地必须要吃的东西必须吃 首先会去那些公园的地方 先看看这个地方的绿化 大自然的东西 或者去一些是吧 可玩的地方啊 这个大桥不出意外 应该叫什么友谊大桥 看看走了哪条路啊 是你的一个好习惯是吧 去哪里都看走不丢 好前面到机场了 开始导航啊 步行到维尼斯人 可能我们要步行 步行20分钟去到维尼斯人 哇这个声音太大了 看这是我们要走的路线啊 要这样看 说远不远说近不近的一段路 我们要走了 其实这个导航是这样的 你抬起来之后 他就可以这样走 还有6分钟419米 相信导航啊 相信导航指使我前行105米走 我们现在去一个高处 应该能拍到更多的好的地方 于是哥哥就开始了疯狂开张维续 就是一路上看的好东西 有值得拍的 就用手机记录 然后你过后看的时候 你都能想起来发生了什么事 不拍就回去 感觉少了一半的乐趣了 你回去之后 有的东西看完了之后 你就忘了 你就忘了当下那个感受 你说一定记得一定记得 过了一年半年你就不记得了 然后有个照片还可以回忆回忆 然后我还都打印出来 一堆相册 挪得这么高的相册 如果再让我去一些地方 我可能挪得更高吧 等我拍完了 大家可以 可以来找找我都去了什么地方 这真好吃 这个真好吃 哇这个真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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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翘脚 自然而然他就是翘脚 这个好比 快快拍照为什么要翘脚也还是在下集哦